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才15岁 身材看上去很瘦小 偏偏这个地方以胖为美 于是她的奶奶和阿姨就给了她一种药片 可以让她的体态变得风鱼 看上去也更加诱人 只有这样才能吸引到更多的客人 这种药片在村子里随处可见 价格也很便宜 而且不需要开厨房 这几天凯里的身体有些不舒服 她来到医院看病 站着自己年轻 凯里旁若无人的插队 来到诊室 凯里向医生叙述了自己的病气 头疼 胸闷 胃也不舒服 有时候连路都走不了 医生看了凯里带来的药片 马上就明白了原因 这是一种含有肋骨醇的增肥药物 常被用于给牛 猪 身处增肥 如果人长期使用 会削弱免疫系统 导致糖尿病 高血压 甚至是癌症 凯里连事服用了15年 已经出现了这些病的症状 最好的办法是一点一点停掉药物 凯里其实知道这种药是致命的 她有很多朋友因此丧生 凯里并不担心这些药的危害 对于那些去世的朋友们 是真主在呼唤他们 终有一天 她也会受到真主的召唤 凯里很期待那天的到来 因为对于她来说 活着未必是件好事 在达拉特迪亚 服用这种药物的妓女随处可见 加上毒品和暴力活动范滥 艾滋病和性病传播率很高 妓女们的寿命与之称反比 她们大多受死得很早 在这片土地上 死亡无处不在 能活到中年的都算是长重 65岁的西皮是个特例 她在这里工作了50年 也积累了一定的身亡 但凡当地人的家里有啥事 都会请她出面 今天找她帮忙的是一个女邻居 她流产了 除了西皮 她实在不知道找谁帮忙 她甚至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 西皮做了简单的祭奠仪式 过来了三个瘾君子 把孩子埋了 只有她们愿意触碰女婴的尸体 还是西皮低声下气 求来的 墓穴挖好了 男人双手捧着孩子 把孩子放到土根上 用竹灭盖中 这并不是祭奠仪式的一部分 而是为了遮住孩子的气味 保护她 不被野狗叼走 妓女处在社会底层 当然 她们的孩子也是同样的命运 各行各业都瞧不上她们 以前她们连墓地都没有 村民们不许她们把尸体埋在陆地上 认为妓女会玷污土地 没办法 妓女们只能选择水葬 现在她们至少拥有了自己的目的 虽然比较简陋 但比以前好多了 这两个亲姐妹一言不合 就在大街上打了起来 原因是姐姐抢了妹妹的客人 那是妹妹先招揽到的 没想到被姐姐截足先登 两姐妹抓头发用脚踹 毫不留情 像这样的场面 在这里很常见 几乎每天都会发生 这里是达拉特迪亚 孟加拉国有名的妓女村 位于首都达卡以西100公里 铁皮棚屋构成了这座村子 大多数的门之间 只有一条仅容一人通过的巷道 屋外的臭水沟里 全是各种垃圾和寄生用品 在这个信封穆斯林的国家里 像这样的妓女村有20多个 开头的那两姐妹 也是这里的工作者 在妓女村里 随处可见年轻女孩们化着浓装 穿着颜色鲜艳的沙粒 站在路边巷口 大胆地对来往的人 展示自己的魅力 他们大多来自周边 比较贫困的地区 三周前 彼蒂还住在首都 她的父亲失去了工作 作为家里最大的姐姐 彼蒂承担起了 照顾家庭的责任 邻居知道了彼蒂家的情况 承诺为她找工作 结果她把彼蒂绑架来了妓女村 把她卖给了一位老保 卖了370欧元 彼蒂现在为老保工作 直到她把欠的钱全部还完 才能恢复自由身 她刚开始来的时候 还是个干净的女孩子 仅仅过了三周 她就服务了大概60个客人 刚开始的那几天 是最痛苦的时候 不过后来就习惯了 她一边说话 一边化妆 接受完采访 待会儿还要继续工作 老保给了比蒂一些化妆品 让她打扮得漂亮点 廉价的化妆品 可以帮她招揽到更多的客人 相对于打扮自己 比蒂其实更喜欢装扮房间 尽可能把这里营造出家的感觉 因为她不能离开房间 一举一动都被监视着 除了客人 根本没机会接触其他人 这间昏暗的房子 就是她的全世界 她的客人们可能来自全国 其中大部分 是来往各地的卡车司机 达拉特迪亚 是通往首都的必经之路 这里是达利特迪亚 全世界最大的妓院 这里每天都有孩子出生 有超过700名孩子生活在这里 大部分的孩子都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 女孩们注定会延续母亲的职业 持续一代又一代 继批的女儿也在这里长大 并且继承了她的一波 每天在街上招揽客人 她本来希望女儿可以离开这里 过上普通人的生活 可女儿从小在这里长大 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 留在这里是她自己的选择 相比之下 她还算幸运的 这里大多数女孩 连选择的机会都没有 这两个兄弟住在小乡尽头 在这条街上 很多孩子没有读书 但他们在上学 还各自拥有自己的房间 男孩的母亲阿里 洋洋得意地说 家里的男孩之所以能上学 都要归功于她最大的女儿 库熙 阿里曾经也是妓女 但她现在年纪大了 失去了竞争力 就把女儿培养成下一个自己 13岁的时候 西库正是继承母亲的衣钵 她在街上招揽客人 有时候是一个 有时候是两个 母亲阿里就负责 为他们准备东西 即便是这样 阿里对女儿 还是有很多不满 因为女儿没有全身心投入工作 每天只剩6个小时的班 阿里觉得 如果她其余的时间 都在上班的话 自己一家 早就成百万富翁了 西库总是戴着头杀 她从来不露脸 即便是在招揽客人的时候 她有很多件丽莎 毕竟穿着漂亮的衣服 也能懒到更多的客人 西库很想回到现实社会中 她如果是一个普通人 现在应该已经结婚了 可能还会生下一两个可爱的孩子 不过这样的想法 始终只是奢求 过去的经历像烙印一样 把她钉在了植乳柱上 对于女孩 男孩们就要幸运得多 虽然她们经常受到外界的侮辱 但她们至少能到不远处的学校上学 这个学校里都是像她们一样的孩子 因为普通人家嫌弃女脏 也嫌弃她们的孩子脏 更不允许自己的孩子和妓女的后代 同处一个屋眼下 这位女老师曾经也是妓女 13年前她离开了那里 成为了一名老师 因为切身经历过 她比任何人都了解当地的孩子们 他们受到家庭影响 离开学校后 女孩大多会去街上工作 男孩们可能染上毒品 而老师的职责就是教这些孩子知识 用知识去改变自己的未来